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 Talk 不少人移民是考慮到子女的教育、成長和前程 究竟在移民的角度來說 有甚麼需要去注意? 有甚麼選擇去選擇? 純粹為子女的時候 有三種不同的可能方法 第一是叫子女去留學 最理想的就是去理想他去那個地方留學 第二個方法就是做太空人 一個是符合照顧子女 另一個是回到香港繼續留守的崗位 第三個方法當然是舉卡移民 哪個方法好些,哪個方法不好些 有甚麼地方要注意呢? 先說留學 留學最開心的地方就是 你基本上不用搞移民 你可以繼續你的生活 你可以繼續保住你的工作 甚至乎幸運的話可以富饒直上 尤其是適應著當年八九六四 又或者是九七年 大部分人就走了 而且有些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富饒直上 這次這個送中條例 會不會有trigger到一個這樣的移民潮 以至於你可以去把握到 在香港的上位的機會呢? 但你又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你國語要top up 還有時間呢 如果你是一些 講一些比較相對地親中的言論 可能就會好一點 最好連政治都不需要鬥 可以保住飯碗一的同事 你有實力去上位 這樣就最理想 但留學也有一個 concern 一來你是和子女分隔兩地 既然你是為了子女好的時候 你捨不捨得 這樣送她出去 每年可能你走過去探她一次 或者她每年飛回來探她一次 當然現在的資訊發達 以前都可以的 打長途電話 現在就可以 Facetime Vchat Talk 各方面都可以的 那我就太太 我太太都是一個留學 最後就留下了移民加拿大的 亦都我在過去十年 在一個North Bay的地方 多很多二百三百公里的學校 那裏有University 和有College 裡面來服侍一些留學生 他們大部分都是讀字來到這裏 然後就讀一個兩至三年的program 最後有一半人選擇留在加拿大 有一半人就回到香港、中國各地 那我自己看到的就是 如果你是擔心她會學壞的話 就找一些親戚朋友 住在她當中 來等她成長 叫做有個人看著她 有好有不好的 那兒子如果是和那班幾人可以相處得OK的 那就很好啦 多了個Uncle 多了個甚至乎 就是契爺、契媽 如果相處得不好的話 可以是很嚴重的 那你找人去監視我 於是她就越來越不和你去說話了 另外如果你是自己是寄宿的 又怕她困住一班不好的朋友 就有學壞了 那據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那通常都是 大部分都OK的 她又不會說真的學壞 不是只有一、兩個 可能壞一些 還屁一些 還屁一些 未至於去壞的 不過呢 的確是有 大約20%的學生 去到差不多 沒有了那種 如果她已經頒著的 田立合式教育的時候 就放屁 於是 就得不上 經常留班 就有些黯然地離開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 你給到一個子女 很desper的看到 你是很想她 不要留在香港或者中國 一定要移民飛出去的時候 相對來說 是對於她來說 有一個壓力的 原因是因為 當她不約了之後 她不再是一個 Visa Student的身份 那她就要盡快去找工作 如果在鎖定的日期內 找不到工作 那她就要被迫離開 就重新教過移民 那因為本身留學的費用 就已經是高過本地學生 整個三至四倍 那變相來講 就是你搞移民 整家移民都好 那個費用呢 都反而是 更便宜過你搞Visa 到你真的搞完 讀完書之後呢 那你再要搞多次移民 就是再給多些錢 尤其是當你那個education 或者你那個working 那個experience 不能夠qualify的時候 你要走一些旁邊座 或者是兜一個大圈的時候 就更加痛苦 再不要計 就是我認識很多的朋友 他們為了要移民 去到很盡 最後尤其是移民 但是她的career 就一輩子 似乎是沒有太多的發展 因為她在那個give and take 的過程當中 為了移民犧牲了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究竟 這個是不是你想你那個子女 做到那件事 我很幸運 我太太就似乎是比較好些 去到做到專業人士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 這個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需要去導致你的子女 無論是怎樣去管理她的finance 怎樣去想和計劃她的人生 各方面你都要平衡 而這個通常要透過 WeChat FaceTime 那些的方法 才可以去做到 然後就說這個坦人 大空人 通常來說 會小一點年紀 你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如果大一點年紀 譬如她已經去到高中 或者入大學的時候 留學生會適合一點 如果她是teenage的時候 可以在太空人家庭 那你就有一個 其中一個 通常是賺錢能力低一點的 就符合照顧 賺錢能力高的 就回香港繼續發展 那其實呢 變相來說 雖然你可以照顧到 同時間你可以享受到 一個本地學生的學費 但是你變相 就是夫婦之間的關係 那個衝擊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舉家移民 正如上次這樣說 你要從頭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很辛苦 也都會遇到家庭的權力 變化各方面 但是當你慢慢來去 pick up的時候 至少你一起去面對 各方面 經歷是可以很深刻的 但是呢 如果你分開了 很多時候 大家不明白 大家的掙扎位在哪裏 尤其是一個負責 但是所有金融的問題 會覺得 搞錯我付出太多了 但另一個 就說我要照顧了頭家 你知道我付出多少 而兩邊其實 發展都有限制 再不算你兩頭住家 其實都會有負荷 在當中 你真的要計清楚 究竟你是否真的 可以找到一個地步 可以遇到兩邊的口數 再加起來 就可以來支持 另外就是 你越遲 而來決定 來重新開始 最後就不會決定重新開始 我認識大部分太空家庭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是太空家庭長大的 所以 都是 回到金融資柱 做到退休 才會捨得回遊回來 又或者當然 他做到沒得做 被人倒閉了 他會說 美輪會悶 華麗轉生 我都是為了子女 我都是放棄 實際上 在他做 無論如何 這件事 是不需要刺破的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你又要想回自己的初衷 究竟你是否純粹為了子女 這些你要思考得好些 面對的壓力 你要吃得鹹如抵得渴 有些都會收成正確 尤其是 當你退休之後 你兩夫婦重新再來過的時候 這樣 那個是你 即是跟你 是驚風黨雨的另一半 但同一時間 因為有十幾年時間 可能沒有一起生活過 又是一個陌生人 那種關係 和那種感覺 大家喜歡那套生活 都可以很不同 你想想 你新婚的時候 大家年輕 就可以相處得很開心 兩個人勞勞勞 然後還要學習 重新相處 就真的會痛苦很多 這個真的要考慮清楚 到最後 就是舉家移民 通常就是你越年輕 子女越小 的話 舉家移民會越適合 多些 一來你在香港的發展 本身 又不會說 過分地高 Assume In general 有些人 一砍出來 就已經非常疼達 那些零解 那你要放棄那些 相對比起 太空人來說 會少些 尤其是你的事業 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不想轉 或者你的階段要滿足 都會相對大 那 同樣 其實每個家庭 就算你在香港 一住正常成長 一樣會有那個衝突 又會有那個青少年的問題 他會可能學壞 就算你看著他 都一樣會有問題 各方面 那你來到加拿大 不會想著 避免到所有的事情 那我也不重複 我上次那兩條影片 所說的一些 移民的掙扎 那我只能夠 想舉幾樣東西 既然你是為了 教育的緣故 那你每一次 當你在事業上面 或者其他事情去失意的時候 嘗試用回這個初心 來提醒你自己 努力地去面對 這樣這個可能 都會有幫助你 能夠 就是引力大一點 那第二件事 就是 那究竟你說 你為了你的子女的時候 那究竟 你是不是真的 擁抱著 外國的教育制度呢 那我 就是香港的時候 你可能會 credit 哇大哥 幾千人欠那兩個學位 然後interview 誓願 那樣 要提醒你 好像一天 人地理 整本百科傳書 入到他 都真是乞衣 那樣 就是 然後 你又要很多的 補習班 學很多活動 各方面 那你又很辛苦 那樣 但是呢 我發覺 那些campaign的家長 去到來加拿大 同樣都是這樣做 都是扯到那個 洗女盡 還要campaign加拿大 為什麼那些學生 沒有那麼多功課 星期六日 那麼順利 讓我 make up 好多的活動 來 fill up 整個schedule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那 為什麼你當初 覺得 在香港 那個制度 是不夠好呢 因為你完全 copy 那套制度 除了只是 學校那幾個小時之外 你基本上 照版主要搬過來 那 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你的初心 如果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值得去反思 我自己 當初很不喜歡 小時候 那種的填立式教育 還有我不喜歡 那麼多的課外活動 我自己純粹就是想 玩多些 學多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學那麼多活動 最後我自己又不是一個 很快可以上手的人 於是 就 經常都在那個 表層裡面 在那邊 畫 那 見到其他同學 就已經 即同班 那些 那些 就已經上了手 搞錯 畫到這麼厲害 畫到整個死樣 那樣 於是就很沮喪 那 你會不會 真的 想你的子女 是這樣呢 那當然 你最好的方法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一張白紙 你真是不知道他在哪裏 那你不知道他在哪裏 你會煩煩試一下 但是 這個我明白的 但是 如果你試到 差不多 其實你知道他的興趣 譬如 好像我小時候 我本身就已經喜歡歷史 文化 各方面 數字的研究 其實應該你知道的時候 就是重點狂曲他那樣 那他自己又開心 你自己又可以 即是覺得 我也是做了父母 我要做的責任 不是讓他在那裏荒廢學業 那這樣 即是會好些 那同一時間 即是我自己 就不喜歡太多 香港教育那套Model Answer 那外國來說 會多些 public speaking的機會 或者是很多 即是 所謂的通識教育 就會多些少 即是 不只是說 最近發生什麼事 而是很多 即是 怎樣自己 照顧自己 各方面 還有他 會比較 容易幫你 思考外套 那我記得 我中學 如果繼續留在香港 讀 我保證是會失敗的 因為他一定要 我回答Model Answer 改少少都不行 於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 死忌硬梅 但是我本身 我未讀之前 已經覺得那些東西很廢 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死忌硬梅 於是 一些成績就不好 但是去到外國之後 一來 成績要求 沒有那麼緊張 尤其是 去到大學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我真的讀到我自己想讀的東西 當然一定有些東西 就是不想讀的 然後 in general 是ok的 我自己選的 我覺得 而且 它容許我一個空間 來去吹水抹醉 所以我讀大學的時候 反而成績 是會比中學 而且比小學更好 甚至乎 我自己是會自發 當然你都可以賴一件事 就是 人去到差不多 你會想 純粹因為你心自成熟了 和父母的教育 和那套教育制度 可能沒有太大關係 可能真的 但是我總之 總結就是 你回到自己的初心 你去問 究竟 哪一套 是 真是對子女最好 你可能要做多少study 香港的教育制度 愛國 不同地方的教育制度 還有究竟你在它的成長當中 你想陪它的時間有多少 而經濟上面要有多少的充裕 這些要想清楚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